欸那明天老蕭婚禮你會去吧 會啊會啊 那會西辦嗎 會啊 會回去啊 一起去 禮金啊 禮金喔 對啊 我們就是一起包啊 因為我爸也會去嘛 所以我們家的禮金就是交給他包啦 欸這次我們 這次去我們都是把他當作公益在 對啊 因為他老蕭一講 他可能也覺得想公益也OK啊 對啊 啊你這樣 那多多益善我們也覺得OK 反正我相信他們也是把這個轉嫁成為別人的幫助 那我覺得也不錯的想法 很多人以前從生日也是這樣啊 就欸不要給我禮物 生日你們幫我 我子弟跟 機構捐出去 對 社會單位大家捐出去 他們也不缺嘛 對啊 瓜哥也要去喔 瓜哥跟老蕭是有 沒有 我就 因為他們倆真的是非常有禮貌 然後就是會宴請非常多 因為他實在就是怕說 有邀請這個沒邀請這個 不好意思 那他都會 禮貌性都會問這樣 那大家就是 那因為現場也有我跟Sammy 然後也是蠻多 瓜哥都認識你朋友 就一起這樣子 欸那他們有跟你聊過 他們任養小孩這部分嗎 沒有 對 我們交情比較膚淺 沒有聊這些 哈哈 你們都聊高人不求 或是求累之類的 沒有就是 我覺得他們有蠻獨特的想法啦 我覺得他們倆不是很棒 對啊 但是這樣身上也學到蠻多 所以其實他們都尊重他們的想法 喔 欸那現在這樣是 可能是擴張三間了對不對 對啊第三間 我們這樣營業而不得了耶 沒有沒有沒有 你們都誤會了 我們真的是在做一個 讓自己有地方運動 然後我也覺得健康 那何樂而不為就繼續做 是 因為如果說真的賺到錢 那個不是我們 預期可以做成這樣 我們根本不知道第二家店怎麼生活過來 我說實在是 同意疫情的關係對不對 對然後低空飛過 但我覺得最主要是說 我們的股東 知道這邊有一個地方他不租了 嗯 所以才有這樣的提議 我們才算一下我們的成本 我們就覺得說 OK我們的二館當中 有一些把成本拿回來 然後我們覺得我們可以再投資 所以其實到現在我跟小禎是沒有分到錢 蛤 我們是在做 我們是說真的 就一直在滾啊 一直在 就是我們賺一點點的錢 我們就賺 我們就覺得我們可以投資他 然後只要 然後營運成本是沒有問題 我們就說我們那我就做 是 然後讓更多人可以走進來健身 那這邊大概又投資了多少錢 欸這邊應該 如果連裝潢到現在應該也是上百萬 因為連租金啦 然後一些設備啦 一些整體的整理裝潢下來 但是我覺得都是很保守在前進 你看我們現在就是 對 夾土四地有沒有 顏色動不動 顏色動不動 因為我覺得運動空間 我們並不是大型健身房 是 沒有搞到那麼多的機械 配備 那前面一管已經有做 二管我們投資比較多 是皮拉提式的機械式 那個比較貴 但是也在兩年當中 有慢慢攤提掉投資的成本 有盈餘 我們就不分 再轉投資到下一家去 所以有沒有賺 有賺 只是我們把它 就又拿出來了 先拿出來 先拿出來 所以這四年這三間 這樣應該燒千萬有喔 千萬 加三間這樣加起來 不到啦 不到嗎 將近有嗎 我覺得我們運氣蠻好 因為我們 我們找到的空間 沒有讓我們需要大洞 大興土木 可是洞區很貴耶 是是 當然很貴 是因為現在是裝潢櫃嗎 但是因為這邊的格局 其實沒有太多大洞 而且第一 衣館的時候 我們遇到疫情的時候 我們房東對我們很好 對 從洞降價 因為要共體時間嘛 那這樣的房東不錯 不錯 因為你 你不下降你的這個租金 對 我們很難撐到時候 你也麻煩 所以我們大家 他主動來協商說 喔我覺得我可以 可以幫助你們把成本降低 那我覺得就是因為 有這樣的一個好的房東 然後我們就二館 三館這樣弄 我覺得都是在 因為我太太是 把守財務 我太太最會看這個 所以他說 喔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我跟小禎就是運動 對 可能推廣 其他的內部的這些細節 看報表 我們有時候看一看 交給老婆去看 老婆說 可以再做下一個 我們就做下一個 四五百萬用嗎 差不多啦 聳體嗎 三間 當然當然 超過超過 一定是超過 因為我 我以為有到千萬 沒有沒有 很多健身房都說 就是說經營比較困難 那你們是怎麼找到 可以就是往上的那個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邊 健身房的客群比較不一樣 因為大家是真的是 真的 沒有一個穿的是花式招展來拍照的 就是大家真的是來運動 然後每一個都有 每我來都是卸過妝的 對 我覺得每一個來都有共通點 就是不是說 像我們之前生病的 或是說他產後的 其實大家都很多共通點 然後我覺得他們很棒 就會說 欸下禮拜一起啊 他們會自己一起揪 人家成團來上課 然後可能 比如說運動完之後 他們就會一起去吃飯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 比較親密的環境 所以為什麼我們 其實也沒想要開大 因為就像我們一館 大概最多八個人吧 對 對啊 這邊其實最多也八 八個人十人是最多 小班子 其實有點像是我們 信仰當中像小組一樣 對 好像是一個生態圈 就是因為我們的Purpose Bay 它中文名字叫 目的生活 你是為了有一個目的 自己來這邊共同生活 那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自己最清楚 你是要變得很壯 那你的目的是這個 你是要變得瘦身健康 那你是這個 你是要放鬆是這個 你是要交朋友 都OK 但是來這邊就很小小 對 那我們反而覺得比較單純 比較親密 對比較親密 所以這隔壁是阿亮的診所 然後呢 有異業結盟嗎 我們很常見到客人去他那 好不好 真的假的 就互相來運動 跟醫美一起就對了 對我也會去那邊靜脈雷射 對阿 我也會去阿 靜脈雷射幹嘛 就是我們有在玩三鐵阿 靜脈雷射打的話 對我的含氧量很高阿 我以為你要美白 阿不是阿 我美白怎麼 美白來不及了吧 我到節目曬黑了 還失敗的 還失敗的美白 失敗美白 真的是失敗美白 但我覺得OK 就是沒有問題 阿亮在隔壁也很好阿 對阿很好 多女人也很方便這樣跑來跑去 對都很近這樣 所以現在前面那兩間是有賺的嗎 還是打拼的嗎 欸有都有賺 都有賺 但是其實我們的從第一家店賺到錢之後 會投資第二家店 再繼續投 就是覺得這個是一個模式 而且我們是讓我們參與的人 可以成為我們未來的股東 因為我們希望很多人 他可能沒有做生意的機會 對 他不想要一輩子都當一個教練上班族 可是你有你的能力 那我們甚至於在第二家店的時候 我們是說OK 我們先幫你處理這一部分的 然後你最後是以營利 插蒙 對 然後你也是成為我們的股東之一 我們的設計是這樣 所以我們都會預留給你 有心的人來 那我們就希望你每一家店 你也不是只是來上班 這是你的投資在裡面 你才會用心嘛 那我們也都忙 我們不可能一直盯著他 所以呢有人搞好財務面 有人搞好執行面 那我們就負責運動跟推廣 然後我們自己活健康一點就好 那這一間這間會費是怎麼那個 其實我們沒有收會費 沒有收會費喔 課堂費吧 佛心喔 沒有想要給大家壓力 因為你其實收了會費 然後你沒來也不是一樣 對 很浪費 所以我覺得就不要給大家壓力 單次的嗎 你要買單次也可以 你要買食堂也可以 就看你自己 對啊 那平均價錢 喔這個也要問Nancy 那個都是財務的 財務長的部分 沒有啦就是執行的人 因為Nancy是我們的總教練 是 那課程規劃上跟大家開會 因為她最了解 你健身房每一個教練 我們的Hire的教練 合作的教練 她的收費機制 每一個人不一樣 但其實我們這間的特色是 就是電上瑜伽是比別人便宜的 OK 我們有去做過市場調查 因為現在電上瑜伽當然還是蠻夯的 對 對 是 那你們現在是想要去哪邊念 不知道欸 不是去考察過了嗎 她跟她爸不知道 兩個現在在商量怎樣 我也不曉得 瞞著你嗎 沒有瞞著 我知道有一個是蠻著爹 對 蠻著爹 可是一家日料店 對 蠻著你那個新的店 所以不見得去英國嗎 不見得 對 所以她已經開始在拍了 那個什麼正經 沒有他們今天才開鏡 對 還沒開始進去劇組這樣子 你會聽她緊張嗎 她自己就很緊張啊 每天在容貌焦慮 剛剛不是還在那邊照鏡說 永遠姐你看我腿 還不可以永遠姐 永遠你看她腿 沒事幹嘛把人家聽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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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叫 我們是叫她淑儀 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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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該不會開始打E-mail了吧 沒有啦 不可能 但做比如說做臉 就基本是那些會 做臉很容易 對 但是就是會對於腿 身材一定開始有點 會有壓力 對她在運動不要啊 她一直唸啊 做臉紀就是這樣 喔 欸那明天老蕭婚禮 你會去吧 會啊會啊會啊 那會西辦嗎 會啊 一起去 禮金啊 禮金喔 對啊我們就是一起包啊 因為我爸也會去嘛 所以我們家的禮金 就是交給他包啦 欸這次我們 這次去我們都是把它當作公益在 對啊 因為他老蕭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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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蕭婚禮 他老蕭婚禮 對阿你這樣多多益善 我們也覺得OK 反正我相信他們 就是把這個轉嫁成為別人的幫助 那我覺得也不錯的想法 對阿 很多人以前從生日也是這樣 就欸不要給我禮物 生日你們幫我 我主弟 子弟跟 機構捐出去 對 社會單位他捐出去 他們也不缺嘛 對啊 瓜哥也要去喔 瓜哥跟老蕭是有 沒有我就 因為他們倆真的是非常有禮貌 然後就是會 宴請非常多 因為他實在就是怕說 有邀請這個沒邀請這個 不好意思 那他都會 禮貌性都會問這樣 那大家就是 反正 因為現場也有我跟Sammy 然後也是蠻多 瓜哥都認識你 就一起這樣子 欸那他們有跟你聊過 他們認養小孩這部分嗎 沒有 對 我們交情比較膚淺 沒有聊這些 你們都聊高爾夫球 或是球類之類的 沒有就是 就是我覺得他們有蠻獨特的想法啦 是 我覺得他們兩部是很棒 對啊 但是這樣身上也學到蠻多 所以其實他們都尊重他們的想法 喔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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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